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沿着红毯涉及而上 进入人民大会堂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领导同志 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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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时整 李克强宣布大会开始 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 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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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战书宣读习近平签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四名礼兵首捧共和国勋章 国家荣誉称号蒋章 迈着雄剑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下面为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授勋中南山我国呼吸疾病研究领域的领军人 敢一敢言勇于担当提出的防控策略和防止措施 挽救了无数生命 在非典型肺炎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 做出巨大贡献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 习近平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一一颁授勋章 奖章 张伯礼 人民英雄 指导中医药全程借助新冠肺炎救治 主持研究制定的中西医结合疗法 成为中国方案的亮点 为推动中医药事业 团成 创新 发展 做出重大贡献 张定宇 人民英雄 扎根医疗一线的杰出代表 作为禁动症患者 疫情期间仍义无反顾 风风在前 救死逢生 为打赢湖北保卫战 武汉保卫战 做出重大贡献 陈威 人民英雄 长期存事 中危害防控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文令极度 在基础研究 疫苗防护药物研发方面 取得重大成果 为疫情防控做出重大贡献 习近平同他们亲切握手 表示祝贺 受邀到主席台就座 习近平等 为受表彰的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和中央军委 向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 向为这次抗疫斗争 做出重大贡献的广大医务工作者 忌控工作人员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 科技工作者 社区工作者 公安民警 应急救援人员 新闻工作者 企事业单位职工 工程建设者 下层干部 志愿者 以及广大人民群众 向各级党政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 广大党员 干部 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积极参与抗疫斗争的 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 和无党派人士 各人民团体 以及社会各界 向踊跃提供援助的 香港同胞 澳门同胞 台湾同胞 以及海外华侨华人 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表示 在中国人民抗疫期间 许多国家的领导人 政府 政党 社会团体 和驻华使馆 联合国有关组织 有关地区组织和国际机构 外资企业 以及国际友好人士 以各种方式 向中国人民表达真诚问候 提供宝贵支持 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以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的大五位气概 地区称之后 以下以至今的第一次资许最为宝贵的 举国同心 舍生忘死 尊重科学 命运与共的伟大抗议精神 天行剑 君子以自强不息 一个民族之所以伟大 根本就在于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 都从来不放弃 不退缩 不止步 百策不挠为自己的前途命运而奋斗 从五千多年文明发展的苦难辉煌中 走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必将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 一路向前 任何人 任何势力 都不能阻挡 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的前进步伐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大力弘扬 伟大抗议精神 陆立同心 锐意进取 奋力实现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号国家的新征程上 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会上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刘正印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 武汉市清河区社区党组织书记 慧小妹发言 会前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会见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先进集体代表等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现在中国只是在第一个阶段取得很大的顺利 但是从世界的范围看起来 这个疫情远远没有结束 一直到今天还是 疫情的发展还是很快的 全世界2700多万 快2800万 死亡的人数接近80万 那么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 而且看起来还没有很缓和的迹象 所以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 这个任务还是很重 我们应该不放弃 不遗弃任何一个患者 我们必须能够抢救任何一个患者 也就是说 以前所讲的 因收尽收 因治尽 那么现在更进一步了 不放弃不遗弃任何一个患者 抗疫走出第一步 那么这个下一步就我们已经开始部署了 我们要争取建立一个更好的平台 这个平台呢 因为根据我们的一个团队的队伍的力量 我们从这个病情的预测 以及他的诊断 早期即时诊断 以及现在研发一些新的药物 还有就是疫苗这方面 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而不单是对中国 对全世界 所以这个任务还是很迫切和紧迫的 谢谢大家